義大利羅馬動物園裡 沒有了以往的觀光客 顯得格外寂靜 讓我們去看看 缺少關注的動物們 它們還好嗎 活潑可愛的小猴 休閒的駱駝 還有不停擺動尾巴的海獅 這裡是位於羅馬的一個動物園 這天 陽光明媚 動物們都紛紛出來曬太陽 誰都不敢與之媲美的孔雀 高傲冷艷 遊客們常常圍著它 駐足觀看許久 只為那開屏的瞬間 今天 這隻孔雀只能孤方自賞了 不知孔雀不按套路出牌 就連鴕鳥也不愛繡長腿了 牠只是定睛站在原地眺望 你看 都要望眼欲穿了 牠是在等遲遲不來看望它們的遊客嗎 當然 當然 疫苗可能也能接受到我們的鴕鳥 羅馬受到中共病毒疫情的影響 公園暫時關閉 飼養員們也戴上了口罩 增加了給動物居住環境清理的次數 中央園經理介紹 聖彼得堡廣場位於梵蒂岡聖彼得堡大殿前 是羅馬最著名的廣場 經常遊客滿滿 然而現在多了很多警察 執行疫情禁令 確保大家的安全 希望疫情儘快結束 聖彼得堡廣場恢復人流川西 而動物們也可以把遊客們盼回